网上的一个朋友他种西瓜 想让我给他配一些水中肥 种了两亩地 因为他这个底肥是无土栽培 所以底肥就没有使用 所以说我设计了一套施肥方案 然后前两次是用平衡肥 然后中期用高氮、低磷、高甲 后期用高甲肥这样的一个施肥方案 我先给他配一下三个十八的平衡肥的配肥 想自己学配肥的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先配一个三个十八的水中肥 四公斤 去皮 磷酸易甘 磷酸易甘是1.2公斤 2.4斤 1.2公斤 这个磷酸易甘的含氮量是百分之十二 它是个氨胎胆 就是使用以后马上被吸收 磷酸是61的一个含氮量 2.4 1.2公斤 然后呢 磷酸甲是1.6公斤 3.2斤 磷酸甲容易结块 好的下三甲 然后 药素是820克 820克是1.2公斤 820克1.4公斤 1.4公斤 药素用量很小 стрomod 然后 硫酸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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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汗的 硫酸口 硫酸 硫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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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ukt tid 硫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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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是8公斤 8公斤的话 我们再加微量元素50克 这个微量元素是含有6种 做我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 含量最高的是铁 然后其次是棚 再后是芯 然后因为它是无醋菜北 所以说我要再加上液调酸的 调酸的一个无醋 加上300克就行了 OK了 这就是3个18的 一个全元素的一个营养肥